尖沙水星光大道正進行重修 銅像和部分手印 暫時會搬到星光花園展出 星期日開始開放給公眾參觀 原本是星光大道的標誌李小龍銅像 和香港電影金像獎具營獎作 都暫時搬到尖東的海濱平台花園 另外也有星光大道其中20個手印 這個星光花園也有新展品 這幅全長63米的星光大影院 包含43個電影角色 和17部電影的經典場面 而連接尖沙咀和尖東港鐵站的行人隧道 變身成全長200米的星光影廊 重溫香港電影100年來發展過程和歷史 設計師說 意念主要是貫徹電影的主題 那個環境一定不一樣 但我相信說同等份量不一定是說環境一樣 其實是給別人所謂的設計質素 讓你來的最重要大家都覺得會舒服 除了四日同漲之外我們還有點綴 令到整個花園電影的元素或者氣息更加重 星光花園星期日會正式開放給公眾參觀 直到2018年 優化尖沙咀海濱計劃完成 尖沙咀星光大道就會重開 無線電視記者減在宜報道